现在也是这个Squitch控制这个Gigabit配件 现在可以Squitch控制这个E-Line 有R1 M2 G1 小米灯泡E-Line 还有这两个电子开关 连接流程是这样的 R1会运行OpenWRT给出一个热点出来 然后M2连接到这个R1上 然后G1连接到这个R1上 然后M2会运行Squitch 然后通过Squitch去发送一些 这些Sensor的指令出来 然后到R1再到G1 到E-Line 或者到这个电子开关 然后这两个电子开关主要模块就是 这个小模块 手指发小 也就是说这个模块可以 放到任何一个电子设备上面 然后通过Squitch去控制 然后通过Squitch去控制 那现在先给他们上电 M2上电 再给M2上电 M2已经开始启动了 G1上电以后 它这个蓝牙这部分 它会自动寻找E-Line 需要找到以后它会连接上 连接上以后像这个灯的话它会亮起来 M2也已经运行起来比较快了 M2也已经运行起来比较快了 然后现在去运行Squitch 啦 链标 铁标 规碭 sank 档盖 凑到Squitch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櫃子 可以好好地 这里有几个Ballcase 然后我解释一下 第一个Ballcase就是通过Scratch 得到这些在线设备的一个信息 就是一个列表、地址、分类 就这样点一下 这里的值就已经回来了 然后这里的话 一个红光代表一个设备 这里00的话代表这个E-Line 这些有银制地址的话代表这个 代表这个模块的这个地址 这个电子开关的 然后这个04代表这个灯 06代表这个变子开关 现在已经可以得到这个在线列表 发现了这些设备 接下来是我要对这个灯 也就是这个灯E-Line 进行这个颜色控制 点一下 红色 然后改变下一种颜色 绿色 再改变一种颜色 然后全亮 关掉 OK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这个电子开关 也就是那个小模块的 就看到这两个 然后现在是要把它打开 关掉 关掉 打开 然后下面是这个风扇的 然后把它关掉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Squatch 通过M2 R1 G1 去控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个模块 也就是这个电子开关 先把这个灯关掉 太亮了 最主要是这个 这个模块 它可以安放到任何一个设备上面 去进行一个通关 或者说一个控制 然后整个一个流程就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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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